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 关于个人所得税 税募中下面一个 咱们叫财产租赁所得 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知识点 财产租赁在现实生活当中 个人出租有形的动产 有形的不动产 这还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知识点 在我们以前的考题当中 也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这些年呢出现频率稍微低一点 那不管它出现频率是高是低 我们知道这个租赁所得 实际上它算税额不复杂 那我们看看它的基本要求 那就是所得额 然后乘以税率20% 所得额怎么来的呢 租赁它是以一个月为一次 如果你的租金是一收收一年的 一定把年租金除12 然后呢出来的叫月租金收入 以这个租金收入4000来判定 是扣800呢 还是扣20% 所以定额或者定率扣除 那所得额乘以税率 一般是20% 但出租住房呢 它是有优惠的按10% 当然在确定这个因纳税 所得额的时候 财产租赁稍微有点麻烦 那就是它不仅仅扣一个800 或者20%的固定的这个费用 另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扣除 所以我们把其他的扣除 叫做依次确定如下 这个收入一定是不含增值税的 因为你的经营活动的租赁嘛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业里的租赁业 这是一个经营性活动 所以这样的收入要是交税 首先要交的流转税 先要增值税 那这样的增值税应该是价外的 所以呢 你的这个收入应该是不含增值税的一个收入 好的 那我们说在不含增值税的收入里面 要按照规则来扣的话 顺序是这样的 首先那就是要扣除你要交的流转税 以及其他的税费 好那我们这个流转税增值税怎么交啊 增值税 你要是刚才我们说住房吧 出租住房的话 他要交增值税 那个人出租 他不是按照9%的增值税的税率 而应该是按照5%的 叫减益的征收率 不过出租住房呢 他有优惠 那就是减按1.5% 不过这样的问题呢 从我们现实情况来看 可以说基本不够交税标准 因为作为个人 咱们现在按这个小规模纳税人的考虑 是吧 你的月租金是10万元以下的 它都不到起征点 所以月租金这个10万以上的 其实很少的 那这样呢 要是交增值税 月租金10万以上的 它是出租住房 是吧 1.5% 交了增值税就有承接税 教育费付加 地方教育费付加 还有个人出租住房呢 它的房产税 它也是有减征的 一般出租房屋是按12% 租金的12% 而个人出租住房 是按照租金的4% 来交房产税 这些要是交了的话 像付加税费 像房产税 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的 好 那我们扣除的第一个项目是税费 第二个呢 就是修缮费 因为我们这说的是 个人出租住房了 那房子要是出租了 有一些是固定的这个 就是这种设施啊 坏了 那肯定还是房东要出钱的 房子哪漏了 这个下水道堵了等等 那这好多都是房东要出钱的 所以这个修缮费 它是跟你的出租租金收入密切化沟的 有相关性的 修缮费可以扣 但是有个要求 那就是每次八百一线 什么叫每次啊 租赁它是以一个月为次 所以就是每月八百一线 一次扣不完呢 还可以呢 下次接着 比如说我们的修缮费 一下花了两千 那好 这个两千 它可以分成 第一个月扣八百 扣不完 下个月再扣八百 扣了一千六了 还没扣完 那好 再下个月扣四百 所以分了三个月 把这个修缮费来扣完了 那总的来讲是可以扣 但不能一次扣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 就是刚才说的八百 或百分之二十的固定扣除 那这个固定扣除就是以月租金四千 是吧 作为一个限额 四千以下的扣八百 四千以上的扣百分之二十 当然按税去扣呢 那我们还要考虑的第一个扣的是 刚才说的啊 相关其他税费 第二个扣的是最高八百元的修缮费 第三个才是扣的我们这个定额的八百 那如果说是租金收入超过四千啊 那我们就是把前面该扣的扣了 然后乘以减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样的内容 以前我们有过多次的同学提问 那就是在你选择扣八百 或者扣百分之二十 界限不是四千吗 这四千到底是按收入呢 还是按扣完了前两项以后的余额呢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那就是按税法的规定 税法说的是 收入啊 所以咱们就按租金收入四千以内 还是四千以上来判定 好的 那在个人所得税中 我们还有啊 这样的租赁行为 就是转租业务 是吧 转租 本身我们不是房屋的产权人 或者说车辆的啊 这个产权人 是吧 咱们租过来以后 咱们也转租出去 赚个中间差价 这种情况下 依旧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啊 那不是财产所有人 但是呢你也有经营性活动了 按财产租赁所得交 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个人所得税 这个所得怎么来算啊 它肯定是把转租的租金收入来进行扣除 这个扣除依然是按照次序 有以下的四项 第一个跟刚才对应的是吧 租赁过程当中的税费 那第二个呢 那就是向出租方支付的租金 那也就是说你向你的上一家支付的租金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呢 它一定是要有相应的租赁合同和合法的支付凭据 才可以从转租收入当中扣除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 那个修缮费 以及呢固定的那个八百啊 八百或者是百分之二十 是吧 八百啊 或者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这样的啊 扣除顺序里面和刚才的租赁相比 就是多了一个向出租人支付的租金 好的 那有关于租赁和转租 我们有了所得额确定的方法 也知道了它的税率 一般百分之二十出租住房是百分之十 所以它的税额计算呢 那就是积税依据乘税率 好 这样针对租赁所得 我们的计算和应用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说的是刘某 他呢在一月份 把自有的面积一千 一百五十平米的这个公寓 按市场价格出租给了张某居住 所以这些都是隐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的 住房出租百分之十的这个租赁税率 那同时告诉你 这个刘某就每月取得了租金是四千五百元 全年租金呢 就是五万四 二月份的时候 因为下水道堵了 所以找人修理 发生了一千元的这个修理费 有维修部门正式的票替 所以在他计算这个租金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二月份和三月份里面就会有修缮费的处理 你看二月份是吧 他得是按月为次 一个月的租金是四千五 然后扣减了 那刚才说了其他税费 我没告诉我们假定就不考虑了 然后再扣减修缮费 这个修缮费就是八百 是吧 最多本月就扣八百 那我们四千五减完八百 按说不够四千了 但不能再扣八百 原因就是我们是按收入四千 还是四千以上还是四千以下 这收入本身呢 是收入本身是四千以上的 所以就是扣百分之二十的定律 然后乘百分之十的税率 那么三月份呢 你的一千修缮费已经在二月份扣八百了 所以这个三月份还只能是扣二百了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扣完了之后 我们剩下的跟原来的二月份一模一样 所以在个人所得税的这种租赁所得的计算当中 那我们规则规定是这样的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没有这么复杂 这么麻烦 那往往呢 税务机关就是根据啊 这个租赁租金的这种不同的档次 来设定一个叫做综合征收入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出租人 由于成租方他付了租金 他也不要发票啊 所以啊 两个都是不需要是吧 有合同签订的 也如果要有一个简单的租赁合同 那实际上他都没有要发票 也就没有要交税 但是我们从考试的角度 咱们肯定是按照规则来考试来订题的 好 那我们在这呢 就来给大家列几一个曾经有过的计算问答题 但是呢 并不是真的让你一步一步去算 他主要考核在了问答上 说的是李某三月份 把承租的一套住房转租给他人居住 李某成租住房 他的租金是每月两千有合同的 转租的收入呢 是每月三千 好 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问题问的就是 第一 回答一下李某转租 向房屋的出租方 那就是说向上一家那个房东 他支付的租金是否允许扣出 这个地方是一问啊 是否允许扣出 另外一个呢 让你说一说 到底有什么规定 这里面是两问 是两个给分点 一定都要回答 是否啊 可以啊 到底有什么样规定呢 那我们说 要出具 就是你题目里面的 给你的信息 是吧 这就有规定 要合同 要有合法的支付凭证 第二个 那就是按次序写出来 注意按次序写出来 就是说不能够 你觉得谁可以扣就写谁 一定要按扣除的顺序写出来 这个转租收入 可以税前扣除的 刚才不是说四个项目吗 那这四个项目分别就是 税费 第二个呢 就是给那个上一家出租方的租金 第三个呢 那就是修缮费 八百为限 第四个呢 那就是定额的八百或百分之二十 所以和我们 这个给大家的答案 不一定是一模一样 但是呢 你要按照要求 顺序 次序 不要颠倒 第二个 基本项目说法 不要说错 好 那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叫租赁所得 它的税额计算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好 下面我们要提到个人所得税 税募 那就是叫财产转让所得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 而且呢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 个人财产转让 需要交个人所得税的情形 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是一个叫做重要的考点 那我们先说一说 财产转让 交个人所得税的一般要求 所得额乘以百分之二十的税率 这个所得额呢 那就是把你转让的收入 可以扣除什么呀 原值和合理税费 它不是定额 也不是定律 所以原值和合理税费 这是我们可以扣除的 这样呢 在个人的财产转让中 那我们原值怎么确定 你就要看看你转让什么 所以咱们后面主要介绍一下 像房产转让 像股权转让 像有价证券转让 像收藏品转让 它有的内容呢 是写在了本节 有的内容呢 它是放在了后面的 叫做应那税额计算特殊问题里讲的 咱们给它放在一起 这样呢 不管你转让的是哪一类财产 记住 它们都是20%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好 那我们就按照刚才所说的 转让财产的顺序 来分别说一说财产转让所得 那可能有同学会提到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也有个人财产转让 比如说 我这个家里的旧家具卖了 用过的车卖了 看过的这个书给卖了 这些都没有转让所得了 因为你的收入和你的原值相比 你肯定是收入小于原值的 所以我们能有所得的 才在现在要介绍的内容中 首先呢 提到这个房产转让 那就是你在扣除原值 扣除叫做合理税费的时候 一定要有原来购房的合同啊 发票这些叫有效证件 不是说随意可以扣除的原值 那对房产原值来讲呢 那就是原来你支付的房价款 是吧 那有发票的合同的 那对合理费用来讲呢 我现在卖这个房呢 是精装房 那我在卖的这个房的时候 装修的程度好和不好 对我这个卖房的价格 是绝对有影响的 所以这我们就提到了 那你在装修的时候 花了像这种装修费 是吧 我买这个房子可能呢 还是按揭的 是吧 还有这个贷款利息 那以及呢 我办这个过户 有一些什么手续费 中介费等等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都算合理费用 是可以扣除的 但是需要提一下的 那就是这个装修费 是吧 装修的时候 你花了多少钱 你说我这个票据留着呢 我就可以扣多少钱吗 不是 很多人 他是装修完了以后 票据没留着 即使你是留着的 那我们说一样也是要有限额的 那他最高扣除限额为房屋原值的10% 你原来买这房子花的是100万 是吧 那你说我装修呢 花了15万来装修的 那我们说最多可以扣的 那就是最多最多扣10万 而且你必须要留有原来装修的 合法的这个发票 以及相应的合同 否则 你想扣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的 那我们在有关于卖房子过程当中 是吧 有相关税费 这个相关税费也是可以考虑扣除的 那这个相关税费里面 我们卖房子有什么税呢 咱们在这提一下 首先增值税要考虑 增值税虽然咱们在交的时候得交 但是扣的时候没有它 因为我们在转让收入里面 本身就应该是不喊增值税的 那么增值税呢 它按照销售不动产来讲呢 那就是一般按税率是9%的 但是个人卖房子啊 它就是多少啊 简易办法 是5%的 那交不交增值税呢 那我们在增值税里讲过 如果说是买了还不到两年就卖了 你不是为了住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肯定要交 不仅仅是5% 而且呢 是按照你不含增值税 转让收入的全额来交的 那假如说两年以上的呢 那我们就要看地区了啊 北上广深四地以外的 两年以上的不用交了 而这四地 一线城市 那我们还要看你卖房子的性质 是普通住宅就不用交了 要是非普通住宅呢 那我们是按照5% 但是不按刚才说的卖的全价 而是按照你卖出价减去买入价的差价 好的 这个增值税要交了 那你附加税费就依据了 到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那我们前面说到过税收优惠 那就是满物为一可以免税 那否则的话 就要按我们前面的要求交个人所得税 就是转让收入减去原值和合理税费 当然从道理上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实际上呢 我们在交这个税的时候 它的这个计税的价格啊 以及你可以扣除的是吧 这些有地方的规定 按地方的规定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 个人财产中的股权转压 个人转让股权 这也是我们很多的 个人投资人的一个大的财产 那这样的股权转让的所得是 转让收入 然后减股权的原值 减相关的合理税费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强调的 那就是这个说的是股权 股权 如果说是个人转让股票 它指的是流通市场上的金融资产 那个个人转让是免税的 那如果说是个人转让 股权 你转让的是股权 这肯定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那个人的股权转让 包括呢 像我的股权出售了 是吧 然后公司回购了 或者说需要强制过户了 这时候都会涉及到股权转让的 那好 转让当中注意 这个转让方 转让方 我的股权不要给别人 这个是转让方 是纳税人 那至于说接受方 接受方 那相当于我们这说的受让方 他是要发钱买我们这个转让的股权的 所以在他花的钱里面 就要把这个大税人这个受让方 要交的个人所得税给他进行 代扣代缴 所以受让方为扣缴义务人 这个是要区分清楚的 他在股权转让合同协议签订后 五个工作日内 保税务机关 代扣代缴 好的 那我们要说到股权转让所得 他是转让收入减原值和合理税费 那如果说在转让当中 有了一些什么违约金啊 什么赔偿金啊 是吧 各种名目的这种权益收入 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合同里面有规定啊 那就是转让的收入 现在没那么多 但是满足了条件之后 我们依旧还可以取得后续的收入 其实我们都认为这是转让收入 所以这些都算转让收入啊 违约金补偿金 以及满足了条件的后续收入 是吧 这样呢 转让收入就我们考试来讲 他会直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股权转让是挺复杂的事 那作为这个股权转让 税务机关是有权核定这个转让收入的 那他才采用的方法一般了解 叫做净资产核定法 类比法和其他 好的 那我们在股权转让的收入确定之后 该扣原值扣合理费用出来转让所得了 那这里面所涉及到的股权转让的原值 有什么样的要求 那税务在这也有专门的文卷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如果说选择题当中出现 那我们想通过一个列表 大家可能看的就更清楚了 那好 我们就根据你股权的取得方式不一样 然后考虑他在转让当中的原值怎么扣除 如果说是现金出资取得的 那好 你当时支付的现金就是原值 那如果说是非货币资产 那这种出资取得的股权 现在你要进行转让呢 那就是非货币资产入股时的价格 注意是入股时候的价格 那如果说是无偿让度取得的 现在我们要进行转让呢 应该是原池有人的股权的原值 不能够按现在的 是按原池有人 因为原来你是没有花钱的 所以你得是上一家原池有人的股权原值 那要是以资本攻击留存收益 转增的股本呢 转增股本 它的原值就转增额了呗 所以以上情形啊 这个相应的有不同的规定 不过这样细的内容 我们考试的选择题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好那在财产转让中 房产股权 我们下面要说的是债权了 那这个个人呢 在债券市场上是吧 来进行投资 那然后进行转让 所以个人的债权类的转让 也是财产转让 它的所得一样也要交个人所得税 那我们要清楚的 就是原值和合理费用的处理方法 叫什么呀 叫加诚平均法 平均方法是吧 来处理原值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购买这个各种债券 比如说购买企业债 我可能是一批一批的买来 这样的每一批它的购买的成本是有差别的 那等到我们再把它卖出去的时候 那个原值到底怎么来确定 所以这块呢 我们就出来了一个叫做加诚平均法 来确定它的原值 那这个加诚平均法是有公式的 所以我们给大家列出来了 那就是纳税人购进该种类的债券买入价 比如说啊 我们花了是20万买的这个企业债券 是吧 购进的过程当中啊 交了税费呢 假定说是交了2000的相关税费 这样的话我们的购买20万 你购买了多少多少这个数量呢 假定说我们购买了是1万份 那么相当于我们的一份 是吧 每份它的购买价格 当时的净价呢 那就应该是20元 20元 但是购买的成本是不是20呢 不是 因为还有这个交易税费 所以再把这个交易税费给它摊进去 才是叫做你购进的原值 这样呢 购进的原值 它是用加诚平均法 那对同一种类的票据 这个债券来讲 那我可能分批次买进来的 这时候我们加诚平均法 一起来算它的平均的单价 那等到卖的时候 就是把它的平均单价 然后乘以卖的数量 至于卖的时候 它本身是卖了多少 这个税费是不需要分摊的 是吧 一次性的来进行处理就行了 好 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李某 他在11月份 以每份218元的价格 转让两年前买的企业债500份 那告诉我们相关税费是870 这是卖的时候的税费 那当时买的时候呢 是一份200 那买的时候支付的税费呢 是350 好 那这个由于它是原来买的时候 就是500份 现在卖的时候也是500份 所以呢 就不需要有什么其他的分摊的问题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买的500份 它现在是卖出了300份 那我们就不能够这么简简单单的 就要考虑刚才所说的叫做家存平均法了 好 那我在这就给大家进一步的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啊 申购价格是一份200 买了500份 对吧 同时呢 我还花了申购时的相关费用是350 所以你申购的平均价格就不能够200了 它比200要多 因为它分摊了相关的这个费用 所以这个话呢 就要除以500之后 它一份的原值就变了 是吧 现在我们把它给卖了 卖了多少呢 按照这个原值乘以300份 卖了300份 那你转让的收入是多少啊 是218 卖了300份 对吧 减去啊 这个300份对应原来的成本 同时呢 在减去 咱们现在卖这个300份的时候 所对应的申购的费用 是吧 卖的时候的费用 比如说我们卖的时候费用 它实实在在卖的费用 该多少就是多少啊 假定说卖的费用是870 这样的话 我们的所得就出来了 因此刚才所说的叫 加权平均法指的是 你买的时候的那个原值 分批买的也好 或者说分摊了费用也好 这个加权平均法来确定原值 当然这个纳税人 他除了转让两年前的企业债以外 他还转让了A股股票 这个是金融商品 是吧 债券也是金融商品 但是股票转让的所得 他是免个人所得税 好的 那我们在财产转让当中 提到了卖房 卖股权 卖写债 还有没有呢 还有财产转让里面 还有个人 这个转让收藏品 然后拍卖 是吧 这个内容呢 他是在后面 讲特殊计算里 咱们现在给他提前一下 那首先我们要判定 那这个到底你卖的东西 是不是按财产转让所得交 个人所得税 那要分清楚 那就是如果个人把自己的文字作品 文字作品 手稿原件复印件卖 这可不是财产转让 那是独一无二的是特许钱使用费 不能按下面的方法 而按照财产转让的 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以外的 其他的 你看 其他财产 我们就按照这个财产转让拍卖品 来确定 那收入减原值和合理费用成20% 这就是他的计算方法 所以说到这个转让收入 那好说 你卖了多少就是多少 那假如说我们是委托 拍卖公司来拍卖的 那就是你拍卖成交价 关键这个原值怎么来确定啊 那你就要看 你的这个收藏品 他当时是怎么取得的 有可能呢 当时是买的 那你就要有买的时候的那个发票 这就是原值 那也有可能呢 原来他就是从拍卖行拍的 所以也有拍卖时 你支付价款的相关的凭证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祖传的 不知道原来的来源 反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扣的原值 就只能是叫做收藏的时候 所发生的费用 没有多少原值的 那假如说是别人送的呢 别人送的 那更没有什么原值了 所以你要是在转让所得 计算的时候 可以扣出的原值 只能是受赠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相关的税费 可以扣 别的就没有扣的了 这样呢我们在这个原值的 不同的取得来源 有不同的扣原值的方法 关键是 无论你到底是哪一种取得方式 你即使是想扣贷费用 你也必须得有 叫什么合法有效的凭据 没有这个合法有效的凭据 照样也扣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出现了下面的规定 纳税人如果不能提供完整准确的 财产原值的凭证 那就可以用下面的简易方法 所谓简易方法 就是把转让的收入 直接乘以3% 来交个人所得税 不用再乘20%的那个税率了 直接乘3% 假如说我们这个拍卖的 是经过文物部门鉴定的 叫做海外回流的文物 这个非常珍贵的 海外回流的人物文物 你交个人所得税 是吧 你把它拍卖了 然后交个人所得税 就是要更低一些 所以这就是转让收入 乘2%来交税 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是出过计算问答题里的业务的 咱们去年的选择题里面 还有一套卷子有呢 好 那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列举一下 比如说提到的一个纳税人士王先生 他委托拍卖行通过拍卖市场 拍卖祖传自画一复 拍卖的收入是5万6000 但是没有相关的原值的频率 因此我们的问题出来了 没有说一上来 非得让你算税额 那我们一上来问的就是 他在这个拍卖所得 个人所得税交的时候 扣脚义务人 扣脚义务人是谁 以及他的纳税地点是哪 那扣脚义务人就应该是拍卖公司 那纳税地点呢 应该是拍卖公司所在地 不是这个王先生所在地 那还有我们就问的 这个拍卖所得 他的应税所得项目是什么 那不是财产转让吗 并且呢 是计算 计算 拍卖所得要交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它是两个问题 我们经常在考场上一紧张吧 那尤其是看到这个题我会 那就更高兴了 更紧张了哈 哎把这就丢了一问 那我们是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给分点 必须得踩上点才能得分呢 所以在这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 咱们应该有的正确的答案 好这就是财产转让所得 它的所得额和税额的计算 特别注意我们的财产转让分类 房产 股权 债权 以及这个拍卖品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个人所得税 九个应税所得 项目当中最后两个了 这两个呢 咱们给它合在一起 不是他们合并 而是说 他们两个呢 计算的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来讲 他们交税的时候 还是各交各的 一个叫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一个是偶然所得 那它的纳税 共同点就是 没有费用扣除 直接把收入作为所得 然后税率是20% 好这样呢 针对股息红利 它的个人所得税 我们给大家提示的就是 注意里面的 有免税的三项 国债 地方政府债券 是吧 这都是政府债券 然后是储蓄 从款的利息 那这个国家发的 金融债的利息 这是免税的 还有一个减半的 是吧 购买铁路债券的 这是减半的 是吧 这样呢 我们在利息里面有免的 有减半的 剩下就正常 按20%税率的 而在股息当中呢 强调的就是 股票的股利 不是股权的股利 股票的股利 它有差别化待遇 这个我们在税收优惠里面 是介绍过的 那就是 持有的时间在一个月以内 那你就取得了股票分红了 这个是不免税 正常征税 持有时间是在一个月到12个月之内呢 是减半 如果是超过12个月持有期才得到的股票鼓利 是免个人所得税的 好 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有小的计算出现了 举个例子 还是王某 他在10月份买了某上市公司的股票 1万股 等到来年的1月份 上市公司呢 就把头一年的这个利润分配方案出来了 叫十股送三股 而且呢是当月就实施了 这个股票是配股 相当于啊 不是给的现金股利 那好 我们配股的情况下 这个十送三 他本身呢是买了1万股 所以相当于呢 应该是送了这个3000股啊 到底这3000股值多少啊 这种相当于多少 现金股利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要求 那就是按照面值 所以就相当于是3000元 等到2023年4月份的时候 王某呢 把这个股票就转让了啊 问问他应该交个人所得税啊 对这个股票鼓利的个人所得税是多少呢 好 刚才说了 十送三啊 这3000股 是吧 那3000股一股是一块钱 那就3000元 由于他的持股时间 是在一个月以上 12个月以内 所以减半征收 然后再乘税率 好 这样呢 他就要交个人所得税300元 那么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扩展 那就是什么时候交啊 什么时候交 如果说只是在呃 这个上市公司宣布了配送 十送三的时候 他就交吗 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啊 能够持股多长时间啊 如果持股的时间是超过一年的呢 超过一年的那不是他还可以免的吗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哎 我们规定就是在这个派发股息 是股票股息红利的时候 是吧 对持股一年以上的 他是不扣的 是吧 待个人转让的时候 才交个人所得税 如果这个不是我们教材的内容 那如果我们考试里面要有 咱们一般来讲呢 既然出现了 那就是让你算税额的啊 来正常计算就行了 好了 那在有关于啊 这个股息 利息 红利的个人所得税中 还会出现的是啊 有关债券利息的啊 举个例子 说这个张某啊 他取得了四月份的 叫国债利息 是吧 还有地方债券利息 还有铁路债券利息 以及呢 国内某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券利息 所以你就要看一看 哪块是属于免税的呢 国债利息是免的 是吧 地方政府债券的利息是免的 铁路债券的利息呢 它是叫减半征收的 所以 8000 10% 而上市公司的债券利息 是正常征收的是20%啊 所以 他取得的这些利息 要交个人所得税 2800元 好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利息股息红利这个税目以外 我们个人所得税的最后一个 应税所得项目 叫偶然所得 这个偶然啊 那就是中奖中财 它有这种不确定性的 才叫偶然所得 是吧 那我们在前面 讲这个 第一节啊 叫征税范围的时候 就列举过 这个偶然所得 除了中奖中财的 还包括什么 不竞争款项啊 是吧 这个个人 为其他个人或者企业 提供这个担保 人家给你的这种报酬啊 这是叫偶然所得 不叫老物报酬 以及呢 个人接受捐赠的房产 那现在我们就来提一提啊 关于这个个人受赠房产的相关规定 按照税法的规定 就是下列情形以外 个人要是接受捐赠了房产 按偶然所得啊 20%税率 来交税 那么下列什么情形呢 比如说 本身就是直系亲属 是吧 那我们实际上称之为 那就是 直系亲属的这种 受赠人 那比如说 咱们的夫妻之间的 这种房屋赠女啊 或者说 父母子女之间的啊 外祖父母啊 以及呢 这个外孙这个辈的 或者说呢 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啊 所以在法律上啊 在这个继承法上 我们这些啊 都是属于叫直系亲属系列的 是吧 那这样的房屋赠女啊 它本身就不在我们征税的范围里面啊 不用交 另外 如果这个房子是赠女了 叫做有赡养义务的 是吧 有抚养义务的 这种赡养人 抚养人 作为受赠人 他是不用交个人所得税的 以及呢 有其他的这个遗嘱 还有 那就是像房屋的所有人 要是不在了 去世了 那这个法定继承人 或者是遗嘱继承人 他取得的 这也是不用交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属于 不交个人所得税的 受赠房产 除了这些情形以外 你要是接受赠送的房产 这肯定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法定继承人啊 或者是遗嘱赠女人 那他是有这样的房屋赠女行为 但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 那么想说一下的 那就是这样的这个受赠人 他们在接受赠女的房屋时 不交个人所得税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税 你比如说受赠的不动产 那你还要有弃税呢 弃税你就要考虑到 是第三种情况 让产权人是不在了 去世了 这个法定继承人 遗嘱继承人 他是不用交弃税的 而上面这两种情况 这个赠予照样也是要交弃税的 但是呢 他们都不用交个人所得税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说了 如果不属于上面 所提到的这几类受赠人 要交个人所得税的情况下 怎么交啊 偶然所得吗 那你就按受赠房产 乘20%的税率 是吧 交个人所得税 那么这个受赠房产 到底他的金额怎么确定啊 这说了规定 那就是 房地产赠予合同上 在合同上要注明的那个价值 然后扣除在受赠的过程当中的相关税费 所以是受赠合同上的房屋价值 这是一个 另外 如果合同上的价值太低了 本身这个地段的房子 应该这套房子卖500万 你的受赠合同上只写了200万 这样的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或者说合同标明的这个房屋价值 税务价值的话 税务机关是吧 可以根据市场价格评估或者是采用其他方法确定计税依据的 好那作为受赠人 如果把受赠的房产几乎再给卖了呢 这个不是偶然所得了 那个就叫做财产转让所得 要交个人所得税 那你卖的收入减去原值合理税费 这是财产转让 计税依据 那这个时候减去的原值是什么呢 是原来捐赠人取得房产的那个实际购置成本 所以这个不是你原来受赠时交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这不是这个计税依据 而是原捐赠人取得房屋的时候实际购置成本 你得拿买房的合同买房的发票来才可以扣除了 好那这样的细节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考试当中是没有设计过这么细的 但从我们考试的情况来看 都是基本上大面上的 能够大家比较好理解的这些个人的所得 因此在本节的内容学习中呢 我们介绍了是九个税务的每个税务的情况 那其中前四个是重点 居民采用综合所得 非基民也是分项 后面的这五个分类分项的当中呢 像生产经营所得 像财产转让所得 这个应该是作为咱们重点掌握的 而其他的像利息股息偶然所得 以及租赁所得 把握住他的基本规则和要求就行了 好 那我们本节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